这个问题 从我拍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人问我了 看到这个表情 我就知道你很想 我回答你 读完再过来 但是 以前你们问我的时候 我也不好说 因为我自己没有玩完整整的 经历完整个幼儿园 我儿子读幼儿园 其实小孩子读了幼儿园 就比如我们父母都读了幼儿园 等他们读完中学 我觉得我们父母 都可以去考大学的了 就是我两个孩子 都是读在你们说的公立学校 不用钱 但是这些学校买书 是要自己出钱的 三千或者两千多三千块 三千多年 香港这边学校一般是两文三语 简单的来过一下 我女儿两岁的时候接触到的书 这两本呢就是英语书 都是非常的简单 一些字母啊 然后一些简单的单词 认识一下 还有一些英语的小小绘本 都是简单的句子 然后普通话呢 是男孩子吗 还是女孩子 然后我就学会了 我是女孩子 接下来就是中文书 这个时候都是一些 教你懂你貌啊 写小宝宝 里面的字呢 也不会说特别的多 而且呢还有玩贴子啊 里面好像 很多都是玩的 你看 小孩子就很喜欢玩这些书 然后他听得很认真 然后回来跟我讲说 说这个猪怎么样了 这个牛肉怎么样了 然后也会简单的给你认一下字 不过认字 你几个认得住 好了 重点来了 这些呢就是我儿子 正幼儿园三年 大概接触到的英语 他们就是从小会有那个 环境 那个基础就已经 打好了 因为唱到小学的英文 他不会像你这样子 一个一个ABC 这样子跟你扣的 这边小学就不扣这些字母的 一次过 对一次进过完 就直接教你句子的啦 这些呢就主要是自然拼读 当年有一年有两册 那大概就是六册 这些都是学字母 还有学拼读 真的很多故事书 哇我觉得 父母陪读的话 真的是得花很多精力 才跟得上这些 他们从小积累了很多的单识量 其实他们小时候学这些东西就是像看故事一样 对之后小学的末书真的是非常有帮助 哦 是吗 其实家长不用那么紧张啊 密书而已 你说不紧张就不紧张啊 密书的分数都会计分于成绩表里边的哦 你铺画法 因为英语课就是英语 修课一般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孩子呢 普通话也是要学的 因为上小学也是要考普通话 一收到小学考试 真的是考好几门啊 原来我儿子以前也有学数学 他们会认识一下数字 还有大小 形状大小 远近 还有时间 远近啊 然后也会认识一下 各位数 十位数 百位数 哎呀 怎么觉得这边的孩子 压力挺大的 但是 广东话 就是粤语 打中文 更多 而且还有一些 我没有保留下来 中文书呢 都是用广东话 就是粤语来授课的 非常的重要 会涉及到一些 常识 然后例如这个是 讲健康的 教小孩子要吃什么呀 然后有 也有什么 讲礼貌的一些书 还有大自然的一些书 还有一套就是 故事书 也会教他们 一些节假日 认识 我们有多少个 节假日啊之类的 而年寿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趣的 就不会说要你 读一些古诗词 他们 重点 我觉得 重点 是教孩子一些常识 因为小学 也有常识这一个科目 是要考试的 例如 认识 钱币 我们才会教这个 然后水是怎样 情况下会结冰 怎样才会形成一些 灰色的云 还有一些环保的意识 也是从小就给他们补及这些东西 都是弄得比较有趣一些 别以为幼儿园不需要做作业 例如 我儿子 这个是 原来是大班了 买一把手那么圆 写数字 就是大班的时候也要 完完整整的练字 就是为了小学打技术 做的是中班 中班就已经开始练字了 小班呢 字母啊 给你认识的就圈起来 画线条啊 线啊 锻炼一下手指的肌肉 就是会 让你扭扭毛巾啊 狮子条啊 印这些线条或者印一些 ABC这样的印盖 盖章还是爱玩这些东西 给你 各种花样的玩 比如说给一些 像画画的东西给你 练这些线条 就是为了 到时候方便行业 那我老老实实说的啦 如果家里背景不是讲英文 也都不是讲广东话 还有 自己都没有那么多职名 不可以看那么多书 但是 我小学想带他回来读书哦 我也都想他成绩好哦 嗯 这样就唯有 现在带他回来读幼稚园的 不过 我也有朋友 他的儿子是在内地读幼稚园 但是 回来这边读小学 全级前十